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配上世纪莫吉博占卜卡 大自然需与生育卡 彩虹卡还有资卡 总共有三个选项都是不一样的高点 对应这次主题凭着目前的直觉 心中显着问不得他 当下的你最想吃的是哪个选项的高点呢 选好了的话可以直接点击一下已经准备好了的时间走 这次要做的主题是 他此刻想要你知道的事是什么哦 hello 给选到第一组 感谢你的到来 这家这么的主题是 他此刻想要你知道的事 抽成预备卡一起来看 你要问他这个他 此时此刻想要你知道的事是什么呢 抽一张主题拍卡 给选到第一组的你 看一下他此刻想要你知道的事是什么 好了 以主题拍卡来看 他想说到现在 满脑子想着的都是你哦 他无法把你忘记 他已经打包好了他的行李 他愿意跟你进一步发展 他希望跟你开启一段甜蜜的恋爱旅程 最近你过得怎么样呢 他好担心你的健康 他希望当你不舒服 当你需要有一个人在你身边的时候 他可以来照顾你 他知道有时候他在你的面前 他是戴着面具的 他这么做都是为了 想要给你留下最好的印象 他太在乎你对他的看法 可以选到第一组 他此刻想要你知道的事 首先你抽一拍卡来看 他想说他对你念念不忘 自从上一次的见面之后呢 他觉得分开的时间太长了 不知道几时可以再见你呢 他满脑子想着的都是你哦 好想你哦 他已经打包好行李了 他愿意跟你开启一段 感情就是恋爱的旅程哦 不知道你是否愿意接受他的邀约呢 最近你过得怎么样呢 你的身体有哪里不舒服的地方吗 他很想成为那个能够在你的身边 无谓不知照顾你的人 他知道他可能就是给你感觉 是一个戴着面具的人 很做做的感觉 但其实他这么做都是为了 想要照顾你对他的看法 他太过的想要给你有下好的印象 看塔罗怎么说 也选到第一组 他此刻想要你知道的事 还有哪些呢 他想他已经遇见了他的梦中情人哦 是从上一次见面 他对你念念不忘 他觉得你就是他要找的人 在他的眼里 你没有做错任何的事情哦 你是近乎完美的 连你的缺点 他都能够包容 这些话 他早就想表达的 只是拉不下面子 不知道该怎么去 说出这些比较肉麻的话 每当他独处的时候 他满脑子都是你哦 他很期盼着 可以跟你再一次的见面 他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哦 然后有很多的话 他早就想说的 只是害羞 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他对你是认真的 不要再质疑 他对你的爱了 他想跟你长长久久哦 如果你现在还未做好准备的话 他给你时间哦 他给你 他对你是特别有耐心的 他只是想知道 最近你过得怎么样呢 他对你的事情都很好奇哦 你给的资料太少了 他想结束这种远距离的感觉 他想拉近你们之间的距离 为了你呢 他充满的动力哦 他自信的认为 他是可以做到的 他无论如何都要把你们的距离 拉得更近一点 他很全心全意的 想经营好这份感情哦 他全心全意就只有你 他对你只是 他对你是一心一意的 给选到第一嘴 达罗派卡来看 这个人他此刻想要你知道的是 他说他想他已经找到了他的梦中情人 他对你特别的满意 自从就是爱上你了之后 他满脑子想着的都是你 他完全无法把你忘记 在他的眼中里面有做错任何的事情哦 连你的缺点 他都看成优点 他能够包容你的一切 这些都是他发自内心的真话 但由于爱面子 他遭受到你的拒绝 所以一直迟迟都没有把这些话说出口 请原谅他是一个比较内向 比较害羞的人哦 其实每当他独处的时候 他满脑子想着的都是你哦 他对你已经动了真情 他对你是认真的 现在如果你还未做好准备的话 他愿意给你满满的耐心哦 他相信好的事情是值得等待的 他只是想知道你现今过得怎么样呢 他好担心哦 尤其是你的健康哦 你过得好不好呢 他想结束这种远距离的感觉哦 他希望他自己可以一直待在你的身边 去照顾你 尤其是当你不舒服 当你生病的时候 他要做那个喂药的人 他很自信的可以改变你哦 他自信的认为他可以把你变得健康 把你变得白白胖胖的 他很用心的在吸引着这一份感情哦 请你别再质疑他的爱 他的心就只有你哦 看字卡怎么说给选到第一组 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看字卡 他有什么话想说 他好想向你解释他的一些行为哦 他在等待着最佳的时机 他对其他人完全没有兴趣 他只喜欢一个你 他永远都不会放弃你的 他不会抛弃你 不管你们经历了什么 就算断练了 他还是有把你放在心上哦 他觉得你们的感情应该要有一个好的结局 不应该就这样子中途放弃了 请相信他哦 他是一个值得托付终生的人 不管你顺境逆境 他都会选择在你的身边不离不弃 他是可以做到的 就看你怎么反应了 一切就看你了 这份感情会怎么样发展就看你了 他已经很明确地表明他的心意 给选到第一组 他来看他说他首先很想要向你解释他的一些行为 他认为你误解他了 他之所以会那么的被动 那么的就是慢热 因为他在等待着最佳的时机哦 他不是对你不够热情 他不是不够爱你哦 他心中就只有你 他无法爱上别人 他心中只喜欢你一个人哦 而且他已经选择了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会对你不离不弃的 尊敬力尽都好 他都会坚持地留在你的身边 陪伴着你度过一切 就算你们现在已经断练了 他心中还是对你念念不忘 还是一直设法地想要接近你靠近你哦 他觉得这份感情不应该就这样子结束的 他不甘心哦 他觉得你们的感情应该要有童话般故事的那一个美好的结局 请相信他 他是一个值得你托付终生的对象哦 这份感情会怎么样发展就看你了 他尊重你一切的选择 但是他最希望的 还是可以跟你就是白头偕老 看这个彩虹台卡有什么提醒呢 可以选到第一组一起来看 有什么提醒呢 凭借清楚些带着爱的行为 我拥有清楚些带着爱的经验 就当你就是以一个正向的心 正向的心 充满爱的心去面对一些 你所说过的也会是一个充满爱的经验哦 当我请求别人协助的时候 我依然值得悲哀 一个愿意接受别人帮助 展露出自己脆弱的人 也依然是值得悲哀的 没有什么不妥的 再看 只有当下的经验 是活好当下哦 不用一直放大过去未来的 你现在拥有的就只有当下 就好好的过好每一个当下哦 看这个神域牌卡怎么说 也选到第一组面对这种情况 有什么建议供你参考呢 抽三张一起来看 有什么建议呢 对你自己好一点哦 请你善待你自己哦 无论多爱对方 首先还是先要爱自己哦 爱真的好重要 别小看哦 特别小看你散发出去的能量 一点点的小能量 也是可以温暖别人的心哦 当你就是释放出你的爱 哪怕只是一点点的 也可以注意 令对方就是可以很暖心哦 再看 好好地去想一想你要的散散发亮的那个未来是怎么样的 你就会更好的能够显化集中你的精神去往你想要的美梦去幻想吧 最后我们抽一张陶罗牌卡看整体的建议是什么呢 可以先到第一组一起来看整体的建议 好了这张牌卡很好哦 就是你遇对方呢就是很有可能是前世情人哦 所以好好地培养感情 尝试呢 是否能够找到共同的兴趣爱好 这样子的去拉近你们之间的距离哦 一定会有一些大家都很喜欢的兴趣爱好的 可以往这方面下手哦 好啦 这就是给选到第一组的白卡分析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有什么祝福语呢 祝你过一个充实有意义的快乐人生 还有呢就是保持轻轻的心 一切顺利的度过难关走向 甜蜜幸福 谢谢收看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请不要点赞订阅分享 还有留言哦 拜拜 Hello 给选到第二组 感谢你的到来 最下单的主题是 他此刻想要你知道的是 抽神域陪卡一起来看 你要问的这个他 只是此刻想要你知道的是什么呢 抽一张主题拍卡 给选到第二组的你 看一下他此刻想要你知道什么 好了 以主题拍卡来看 他想说他现在房子里空荡荡的 就缺一个你哦 他希望跟你一起生活 只有你能够带给他温暖 他迫不及待想跟你进入婚姻的 不知道你怎么想呢 他觉得你会是一个好丈夫好妻子哦 自从你出现了之后 像龙卷风一样 你就是改变了他 对世界的看法 最近的你就是过得好劳累的样子 连休息的时间都还在工作的 他为你感到心疼哦 他希望他可以成为那个 更有能力照顾你的人 可以选到第二组 到此刻想要你知道的是 首先以主题拍卡来看 他说他每当回到家里 那个房子的屋子都是空荡荡的 他很希望可以跟你一起生活 回到家就可以见到你那个温暖的笑容 他觉得你是一个很适合 进入婚姻的对象哦 你会是一个好丈夫好妻子的样子 不知道如果将来跟你结婚 会是怎么样的 他想起都好开心哦 自从你出现了之后呢 你就是改变了他对世界的看法 很感谢你的到来哦 你好像一盏灯的照亮的黑暗的世界 最近的你过得怎么样呢 好像很劳累的样子 连休息的时间都还在工作 你的试验心那么的强 别忘了休息哦 看塔罗怎么说 连选到第二组 到此刻想要你知道的是 还有哪些呢 他觉得你们是三观好合的 可以很自由的做自己哦 在你的身边 他可以很自由的把自己想说的话都说出来 大家的想法意见都好一致 很少会起冲突 而且他很欣赏你的智力哦 你是一个好聪明的人 你懂的事情好多 你是一个讲理的人哦 很好沟通的感觉 而且你脾气很好 你们就是很和谐和睦的一对 他想一步一步的走向你的 希望这个感情可以有一个认真的发展 想跟你有一个家哦 想跟你一起组织家庭 不知道你怎么想呢 在他的眼里就只有你哦 除了你之外 他没有考虑其他的人 就只有你令他有这个冲动 想组织家庭哦 想步入婚姻 实在有太多的话想说的 他一直就是找不到机会哦 他早就想对你说这一番话 他已经对你神魂颠倒到不行了 他发现他已经失去理智的 会爱着你哦 在没有你的日子 他甚至会为你掉泪哭泣 他想你想得不得了 到底在一个等待会等要多久呢 你总是那么的忙碌的工作 你是否是忍络了他呢 可以选到第二个 所以他洛派克来看 他此刻想要你知道的是哦 他觉得你们是很和派的 你们是很和的 大家的三观都好和 所以呢 迫不及待地想要跟你步入婚姻 组织家庭哦 在他的眼中 你是闪闪发亮的 你是带着光环的 没有其他人可以比得上 你在他心中的位置 这些都是他发自内心的真话 他很喜欢跟你相处哦 因为你是一个很讲理 很聪明的人 他可以很直接地去 说他心里想说的话 在你面前可以无所不聊哦 他现在呢就是 不知道该怎么去接近你 他总是约不到你 你好像很忙碌的样子 最近的你怎么能呢 好像比较忙碌去工作 给他的陪伴时间比较少哦 他想你的夜晚呢 自己会暗自流泪的 他想你了 他发现他已经对你中毒太深哦 没有你的日子 他会无法专心地 做其他的事情哦 在你的身边 他是很开心的 你是一个很能够给他 心情愉悦 帮助他解压的人 你的脾气很好哦 他希望这个感情 可以认真的走向婚姻 看自卡怎么说 以前到第二组 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看自卡 他有什么话想说 他不太确定 这一切是否可以被解决呢 他自作也会跟你保持距离 因为他很自卑哦 他怕你见到他的真面目呢 会嫌弃他 不要他 没有人可以比得上你 你在他的心中已经是一个 没有人可以替代的位置了 他觉得可以遇见你 可以拥有你在他的生命中 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哦 他希望这个感情 可以变得正式起来 被公开起来 他无时无刻都在担忧着 恐惧着 你会找到比他好的人哦 所以呢 他很迫不及待 可以把你绑起来 想要跟你步入婚姻的 没有见到你 他会很受伤 很痛苦 请你打电话给他吧 他想你了 他想念你的声音 自从跟你见面了之后呢 他觉得他的愿望被实现了 你就是他一直梦寐以求 等待的梦中情人 给选到第二主意 自卡来看他说 他不知道你们之间的问题 是否可以被解决哦 因为呢 他是一个好自卑的人 他不知你怎么看他 所以呢 他总是对你保持距离的 他怕你太接近他 会发现他不够好 而嫌弃他 在他的心目中 你是那么棒 你是第一名 没有人可以替代你的位置了 能够遇见你 能够跟你在一起 是一件非常非常幸运的事情 他很迫不及待的 想要让这个感情 被公开 被正视的 想跟你步入婚姻哦 因为呢 他恐惧了 他担心 你会找到比他更好的人 愚情 别恋 不要他了 所以呢 他要更早地跟你 就是可以正视起来 走进婚姻的 没有见到你呢 他会胡思乱想 他会好痛苦 好挣扎 他总会担心 你会再跟别人约会的 他好想你哦 希望你可以多一点地 想起他 打个电话给他 他想听听你的声音 自从跟你遇见了之后 他觉得他的 愿望梦想都被实现了 是上天 把你送给他的 看这个彩虹牌卡 有什么提醒呢 可以选到 电话槌一起来看 有什么提醒呢 所有神圣的智慧 带给我的经验 都帮助我成长 每一个经验都是好的 不管是痛苦的 还是快乐的 它都是在帮助你成长哦 虽然有些的经验 是很痛苦 很讨厌 但没办法都已经发生了 那么与其去怨恨 倒不如选择 去以一个正面的心 去看待哦 去把它看成 转换它的能量 是一个给我们成长的机会 我对自己负责 不为任何事情 责怪任何人哦 自己的人生 自己负责哦 任何的决定呢 都是自己做的决定 再看 我爱我独一无二 而且美好的生活 不管怎样 都要爱上自己的生活 要让自己的心中充满爱 看这个神域派卡 怎么说 你选到第二组 面对这种情况 有什么建议供你参考呢 抽三张一起来看 有什么建议呢 在任何的情况底下 都要见到它的美哦 每件事情都有值得 被赞美的地方哦 再看 弄清楚你要的是什么 弄清楚你面前的道路哦 就是让自己集中精神 然后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想追求的是什么 就是人生是不断地在体验嘛 所以呢 不要太抗拒一些新的变化哦 可以去尝试新鲜的事情 或许你会见到转机一个新的可能性 新的天地 美好的天地哦 最后我们抽一张陶罗派卡看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呢 可以选到第二组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 好了 这张派卡的到来就是提醒你 你不要一直在为未来一直在忧心担忧的 有些的事情你怎么担心也改变不了嘛 也没有必要去担忧哦 让自己好好地活好当下 不用一直想着过去未来的 过好每一天哦 这张牌卡也在说你是否有过分的担忧呢 你们的感情其实可能没有那么的糟 那么的恶劣哦 好啦 这就是给选到第二组的派卡分析 希望对你有什么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有什么祝福予呢 祝你对方的将来都是散散发亮的 一切都越来越好 梦境 愿望都能够实现成真 谢谢收看 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 请不要点赞 订阅 分享 还有留言哦 拜拜 拜拜 你看一下 他呢 他说他非常重视这一份感情 他全部的热情只对着你哦 他只对你有感觉 他只想着你 他没有搞定其他的对象 你已经成功地令他对你成本颠倒了 你已经把他的心偷走了 他好想要发信息给你哦 他无时无刻都在担忧着你过得怎么样 他希望你过得安好 他现在真的有在下苦工的 他有努力地在经营着这一份感情哦 可以选到第三 主他此刻想要你知道的是 首先你主题拍卡来看 他说他所有的热情只在你身上的 他很重视这一份感情哦 你是他心头肉 自从你跟他分开了之后 他就是对你一直念念不忘想着你哦 他想他已经把他的心交给你了 你成功地把他的心偷走了 他无时无刻都在担忧着你过得怎么样呢 请你好好地善待他 好好善待他的心 他很全心全意地在经营这一份感情哦 请别认为他就是没有把你放在心上哦 他真的有哦 看塔罗怎么说 这个人此时此刻想要你知道的事还有哪些呢 你是一个非常给他能够安全感的人哦 你不乱发脾气他好欣赏你这个特质哦 你是一个情商很高的人 然后呢就是他已经实现他第一次喜欢你的他不考虑其他的对象 现在他们脑子想着的浪漫 想着的所有幻想都围着你赚的 都因你而起的 很多的话没有说出来哦 很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 他背地里为你准备了好多的惊喜 为你做了很多的暖心的事情 可能你不知道 他很期盼着下一次的见面 可以把他心头这些甜蜜的讯息带给你哦 再看 最近他就是过得不好哦 影响了睡眠哦 晚上也睡得不好的 他担心你过得怎么样呢 他不知道你还记得他吗 你是一个大忙人 希望你别就是让自己太过的操劳哦 要记得休息 他一直在盼着你等着你哦 他未来的计划里都有你 若还会等到你的话 他不想继续 他的人生 他愿意继续的等下去 为你而等待 感谢你的出现 你帮助他从过去的情商走出来的 他现在觉得未来若有你的话 将会是闪闪发亮的一条路 他还在学习中哦 他想要成为一个更定你满意的人 他对你的事情都好关注的 给选到第三者以塔罗派卡来看他 此刻想要你知道的事 他说你是一个脾气很好的人哦 很适合成为家里的那个男主人或女主人 不知道你是怎么看他呢 他已经死心 他地本如太三只喜欢你 他只考虑你哦 他心中所有的浪漫幻想都围着你转的 实际上有太多甜蜜的信息想带给你 一直藏在心底 一直找不到机会 又或者是他害羞哦 你别只是相信表面的 或许你表面看到了他 好像没那么的热情 但其实他心中对你的热情呢 快要烧伤他自己了 他很期盼着下一次的见面 让他有机会可以跟你诉说他对你的爱意 最近他晚上都睡不好 甚至失眠的 他不知道你是否有想起他呢 你过得怎么样呢 你是一个大忙人 在忙碌的日子里 请别忘了休息 想一想他哦 他未来计划里都有你 他希望有你的参与 若还未等到你的话 他只有继续地等下去 他不愿意继续他的计划与人生 感谢你的出现 你帮助他从过去的情商走出来 他知道他未来有你的话 将会是闪闪发亮的 若他有什么做得不好的地方 请你多多包涵 他还在学习如何成为一个 更令你满意的男友或女友 你的事情 你的喜好 他都有关注 看资卡怎么说 给选道地删除 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看资卡 他有什么话想说 他最近有在看着结婚戒指哦 为你失眠哦 为你睡不着 他希望一切不会太晚哦 他现在想向你承认他的错误 求你原谅他 他过去就是受过伤害的 所以他比较慢热 比较不敢太过积极主动的 去接近你 去追求你 自从跟你见面了之后 你改变了他的人生 你是一个对他影响力好强的人 在跟你这个冷战 在跟你这一段 没有联络 没有交流的日子里呢 快令他变分子了 在没有你的日子 他更清楚意识到你的重要性 原来他自己是不能没有你的 你对他说过的每一句话呢 他都好记得 他希望你也是有这样子的同感 希望你也一样也会一直想起他 他想要你去参与他的未来 他要他未来的日子里都有你 给选道立三主义自可来看 最近他都一直在看着结婚戒指 他想跟你步入婚 一起生活的 最近他都睡不好 不知道你是否有想起他呢 你是否把他忘了呢 若他有做错什么的话 他想借这个机会向你说声对不起的 希望一切还未太晚哦 他之所以会那么的慢热 那么的迟疑 因为他过去曾经遭受过伤害的 所以他没有那么快的 可以跟你太过的认真 请原谅他 他不是刻意的 想要这么做的 他不是对你不够的爱哦 自从遇见你的之后 你已经成功的偷走他的心 他已经对你神魂颠倒了 在没有交流的日子里呢 快把他逼疯了 但同时他也更意识到了 你那么的影响他 你是那么的重要 你对他说的每一句话 他都好记得 他都有放在心上哦 希望你也一样 也是这么样的 去重视他 他想要跟你有一个未来 希望未来的日子里 都有你的参与 看彩虹拍卡 有什么提醒呢 你先到第三章一起来看 有什么提醒呢 我关注我的思维 去除那些像杂草般令我痛苦的念头 并专注于对我有益的想法 所以要关注自己的几经 多念自己的思维哦 确保呢 自己在想着的都是 对自己有益的想法 而不是一直去想着自己痛苦的事情 我知道我很有力量 并且用不同的方式来使用它们 你是一个好有能力 好有力量的人哦 你是可以很坚强的 我身体的每个细胞 都对我的积极心向 做喜悦的回应 当你保持正面积极的心向呢 你的细胞也会受到影响 你会变得更健康哦 看这个神域拍卡 怎么说你先到第三章 面对这种情况 有什么建议供你参考呢 抽三张一起来看 有什么建议呢 好了 把你的心打开吧 相信一切都是好的 不要太疑心疑神疑鬼哦 对方对你好呢 真的没有什么 可能没有什么 其他复杂的意图 再看 别忘了出心哦 那个简单的快乐的自己哦 那个真赞美的自己 再看 永远都要相信自己的美梦 还是可以成真 还是可以实现的 最后我们抽一张塔罗牌卡 看整体的建议是什么呢 可以选到第三章一起来看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 好了 出现的这一张拍卡 就是保持你的热情哦 集中你的能量在一个点上 然后呢 全心全意的去做 当你就是保持 你的这个破例与冲劲 成功率就会更高哦 好啦 这就是给选到第三章的 白卡分析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有什么祝福与乐 祝你充满笑容的 与对方相处起来 慢慢欢乐欢笑声 长命百岁哦 长长久久 谢谢收看 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分享 还有留言哦 拜拜